这段世界这张嘴又比一般人叫得更大声 因为他演员嘛 他本来就是一个喜剧的演员 滑狙剧的演员 本身就是一个滑稽人物 一个滑稽的人物给乌克兰带来的无穷的悲剧 坦白说这就是我们人类间最大的悲哀 我现在其实也担心台湾 就是我们2300万人 被这些滑稽的人 被台独的搞得我们台湾人也悲哀 我说这是我内心里面很沉痛的话 我觉得这些台独人是真的会把台湾 带出一种悲哀的一个情况 整个乌克兰难道不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滑稽的演员 带出一个悲哀吗 当初基辛吉跟梅克尔就一直苦劝乌克兰 说你们不要改变你们的中立地位 中立确保你永世太平 你千万不要改变你中立的地位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没有一个缓冲区 他没有安全感 现在证明当时这些战略家的观察是对的 因为你看库尔斯克才打进去 库尔斯克多容易打 因为他是平的 无闲可守 打进去以后 你看他要打到莫斯科 也很容易啊 那也是平的 也六七百公里 等于是就一千公里都是平原 所以过去这个德军在二世大战的时候就是坦克大战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 就是对俄国来讲守住莫斯科也只能够靠一大堆的机械在这个地方挡住嘛 就是坦克对坦克就这样子无止尽的杀戮 也没有天险 只能靠着这些用装甲做成来的天险在那边硬挡 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但是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现状被改变了就回不去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泽连世纪的所谓的胜利计划 他从来没有公布内容 但是他所展现出来的其实就有两样 两样核心就一样 就是拖北约下水 他的主张就两样 第一样就是让他立即加入北约 因为北约的规定就是 北约的成员国一旦受到攻击 那所有的盟国都有义务要协助他 所以对于他的胜利计划 第一样就是立刻让他加入北约 那这个已经被否决了 北约的秘书党就是说 未来不是现在 等你打赢了再来 对啊 等你打赢再来 那这个他的胜利计划已经有一半不胜利了 那第二个计划就是允许我使用远程的导弹 那使用远程的导弹 俄罗斯已经说我修改了我的核武战略 这是第二次修改 第一次的修改就是当叙利亚战争的时候 美国想把斯利亚当时是欧巴马 民主党的欧巴马 其实喜欢打仗的都是民主党 民主党欧巴马本来想把这个叙利亚吃下来 俄罗斯就介入了 俄罗斯就直接告诉欧巴马 讲得很明白 我修改我的核战略 我只要感受到我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我就直接打你 所以我的航母摆在门口 谁敢碰我就用核弹打你 这个就是他的核战略 现在第二次修改核战略 就是谁提供远程的导弹给乌克兰 用乌克兰的手来打我俄罗斯 我就立刻用核武来攻击你 这摆明了明白 好 那对于泽林斯基来讲话 鸡不可思马 把这个北约国家拉进来最好的方法 那也就是第二个 他要提出第二个主张 就是允许我使用远程的导弹 那谁提供他远程导弹 法国 美国但不准使用 英国但不准使用 美国但不准使用 就这三个国家 然后呢 没有提供的捷克 没有提供给这个泽林斯基远程的导弹 他主张要使用 挪威没有提供 主张要使用 所以没有提供的都主张你要使用 反正 死别人家 对啊 死别人家不是死我 就你们去死啊 所以而且他变成他是英雄 你看多英雄啊 无限制 无条件 给了就应该让他去用 但是我家都不给 然后那拜登再怎么蠢也不会蠢到说拿自己的身家生命去赌啊 所以当英国的首相跑去美国就跟拜登说你是老大 你出来顶天啊 拜登说不 你要顶去顶 所以这个英国的首相去煽动这个拜登没有成功嘛 然后就又跑去找那个意大利的右翼的说哎呦我想再想右翼的脑袋都有点问题就去煽动意大利的脑袋 然后就说哎你是最优异啊你们最好赞啊你们以前都是法西斯啊 你就出来顶天嘛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女总理啊 想说我再怎么蠢也没有笨到这个样子啊 那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欧洲人怎么会不知道 你们安格鲜逊族就是硬勾鼻 然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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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眼睛 然后满脑子在计算那种巫婆形的那种 他们当然知道安格鲜逊族在欧洲人的眼中就是满肚子坏水的这种民族嘛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像 你看到他去说服意大利没成功好 没成功的情形下的时候他自己不敢用 他自己不敢当头 他给了乌克兰的暴风之眼 结果不准他使用 你不觉得然后他一直鼓吹大家给他用 然后自己不给他用 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国家就是都要去死别 你知道那普丁的态度很简单嘛 谁使用我就打谁 而且我一打就是核弹 所以他做了一个动画 远远的球 跑到伦敦一炸 瞬间80万人死亡 再扩大一点200万人伤亡 还没有算辐射层 如果再把辐射层放上去的话 那整个伦敦大概百年都不能使用了 好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英国你要当怂包还是要当满乎 你如果从此以后就退缩了你就是怂嘛 你就是怂包 你就紫老虎嘛 一张嘴嘛 如果你要当满乎你就拿身家去赌嘛 你要不就赌那个普丁是核而炸 你要不你就给他赌身家嘛 我觉得目前我也想在看一个要不就当满乎 把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寄托在普丁的一面之间 一个要不就当怂包 这个就是蠢到极点的政治人物 好 这点司机 这一次到美国去我相信 他的胜利计划就是要把北约拖下水 可是北约这些国家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都就一张嘴 你看我今天节目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张嘴 因为北约这些国家都是一张嘴 这个嘴巴讲完了以后你看 北约国家弄到最后就是 谁要出头谁出头 然后我们一定永远兼支持 无条件全力的支持乌克兰打到底 我们的承诺坚若畔 哇好熟啊 就主张台湾跟大陆打的人 那些国家都讲一模一样的话 就蠢蛋 人类间极其愚蠢又没有良心又黑心的人 才会相信这些政客讲的话 台湾啊 台湾啊 借敬借敬 借敬啊借敬啊 博持伦司机会不会 因为大家都不让他执行他的胜利计划 他会不会自己停而走险 不会啊因为他没有胜利计划 我刚讲他的胜利计划就是要拖北约下水 他就停而走险啊 他北约不会下水啊 北约到最后就说那你自己搞的你自己去扯 我们刚好解脱了 不管我的事 他如果手上的长城飞弹就给他乱用了呢 他不敢因为掌控在英国人的教育人手中 他的发射钮不会在 也没有完全的交给他 他们的发射钮绝对不会在哲林斯基手中 不会真的完整的给乌克兰市 不会 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 否则这个普丁做的动画就吓死人了 问题就在你认为普丁是讹诈还是真的 以他的性格他是敢做的 喔 那 这个就不是讹诈了喔 那这样的话那普丁就可以一天到晚来讹诈你喔 但是北约已经准备啦 万一真的发生这一天的话 他们要该怎么如何伤兵撤离 不是开始在演习了吗 那个也是演假的啦 也是演假的 演假的 修林我们讲一个简单的话 一旦是核弹 你伤兵撤哪里 核弹如果一旦要使用 我就一定要把你这个国家毁掉 我一旦要使用的 因为我一定也会承受攻击嘛 不是会先用低当量的 技术核弹 没有人这样用的啦 我用低当量你用高当量我不是死得更惨 所以一般来讲要用就要狠嘛 那一旦要用就要狠 那 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当然就是把你的大城市炸掉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演练 就是直接炸伦敦大城市 可是你觉得他只会打一颗 打一个伦敦帽 我一旦要打了我就把你的整个 所有的大城市都摧毁 让你从此以后奄奄一息 那这个就是毁掉一个国 你的商兵退哪里 所以那个都是演假的 真的是演假的 我再讲一个简单例子 一讲到商兵退 你美国 中国大陆只要哪一天说那我抗生素不给你了 我磁痛药不给你了 然后他的所有的原料不给印度 印度就不给美国 因为印度也没有能力嘛 印度都只能靠中国 然后呢 印度满足美国嘛 那 中国大陆只要断供他们就没了嘛 那你的商兵退哪里就没用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医疗器材大陆只要不提供你的 你商兵撤到哪里没有医疗器材 找不到针头 找不到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管子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生产制造的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你就看他们在演 那个就是演假的 坦白讲都演 就好像台湾的演习都演假的嘛 我们一看到是在演假的 又在演戏欺骗老百姓 主要是演给记者看啦 因为记者可以拍画面 然后记者就很 把画面拍 因为记者上班下班要拿薪水啊 今天要交稿 你是说万一发生战争都没用就是 都没有用那都是假的 全部都在演假的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嘛 全世界 很少有一个 一个领导人 会把一个 不会打仗的人 也不懂打仗的人 来担任这个防卫 叫做什么 兼任还是任性 委员会的委员 没有人这样玩 你看喔 因为我在 我在法国主修这个国防 我修是政治学 博士班没有错 但是我又读了一个国防学 我读两个学位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要建立民防组织 就是我们要动员民间的力量的话 我们通常用的都是 真正懂军事的 那我们通常真正懂军事的我们的来源的组合是很很复杂的 一方面就是这些 长期在国防委员会的 的这些 国会议员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退休的 这些 国防 的这些高阶的军官 还有就是 国防的研究的智库 的这些人 还有就是在国防工作的这些文职人员 还有就是我们在各大学里面 因为 在法国他有很多的 例如说我们有六所大学都有国防研究所 他们的这些教授 这些教授 很多都是军官学校的教授 他们适合交流的 然后这些才会组成各种民团 然后他们来成为委员会 各战区的委员会来帮助 各个地方进行 这个防卫性的任务 所以这是要有很 军队很深的 专业素养的 然后他 已经不在意 线上 当兵服役了 他退役了 然后他 他有别的工作但是他利用其他的时间来帮忙 美国也是如此 台湾不一样 台湾可以把头发烫的卷卷的 然后 在部份军队里面也没当几天官 然后搞了一个什么 什么熊的那个很奇怪的那个 然后呢 一个立法院的一个冲突就可以摔成脑震荡 投包的一个大纱布的那个 然后可以找这种 可以找一堆奇奇怪怪的这些人 然后来担任什么叫做 防卫什么什么 这代表什么 代表 赖清德他在防卫台湾的时候他是政治操作 他不是 有诚意 要 不是专业考量 他不是专业考量 那不是专业考量你的民防的能量就建立不起来 所以很明显的 赖清德根本没有诚意 要给台湾带来安全 他很明显的是政治操作 这很遏止 所谓的备战也不是真的在备战 只是在演戏 演戏演给大家看 演给媒体看